另外有一个请各位再帮我下载另外一个档案 刚刚讲的云端白板 不过在讲学生成绩这一题 因为这一题有点太难了 因为这个地方会牵涉到 总共会有三个成绩 那你三个成绩变成你要有三个串列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国文要一个串列 英文一个串列 数学一个串列 要分别去储存这些资料 OK 那另外的话你要怎么 第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读到Python里面 怎么读到 OK 所以呢如果这个东西在云端上 如果是Excel的话 你也可以另存新档 如果是在云端上你要下载的话 你可以下载成CSV 或者如果这个档 当然你可以下载Excel Excel里面也可以另存成CSV 一样OK 所以如果说你未来想要把资料丢给Python来用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CSV OK 这个我想也不需要用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外部的套件或外挂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所以待会的话 也许你们也可以知道如果CSV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你想说CSV 可是老师 CSV如果直接把它开起来的话 他直接用什么 用Excel开起来 而且就乱码 那怎么办 一看到乱码就紧张了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CSV本身就是一个文字档 只是说他预设的那个 是用什么 用那个就是Excel来开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 你不要直接开启 直接右键你开启档案 直接用什么 用那个祭祀本 祭祀本虽然 他的功能很简单 但是小兵力大功 其实你蛮好用的 很多地方你要解决乱码问题 真的用祭祀本就够了 为什么呢 你点他一下 你会发现 祭祀本里面不是乱码 可是Excel为什么是乱码 OK 其实这个问题 你只要透过祭祀本里面的什么 档案里面的另存新档 就可以解决了 另存新档案 我都不知道 OK乱码 其实不管哪一种语言 其实最大的原因 都出在有一个 亥群芝麻 那你讲的 不过你讲的是对的 也不能讲亥群芝麻 因为他本来就很大 他是全世界应该 占有率最高的 就是四川环境 所以都是他 所以其他人都用UTL-8 但是就只有他还在用以前的 像早期他用BigFi 或者我们叫 这边他叫做 叫AlanXI 或者是他又叫什么 MS950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微软最近又改了 他也 因为UTL-8 其实上是 Unicode的一种标准 那他为了要跟上潮流 他也把他改成Unicode 可是他就是不要改UTA-8 他就是改另外一个UTA Unicode的标准 所以最后还是乱码 我想说你干脆改UTA 但是他就是不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大的软体公司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以后你们会遇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软体 都是如果你存档是AlanXI的话 那没有问题 我这边特别注意 你打开 记得你待会可以试一下 按右键 开启档案 如果你用记事本开的话 你只需要另存新档 这边底下关键的地方 在编码 编码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档案 我是从Google上面下载 Google的话 他不是微软的 所以他的编码方式一定是UTL8 那如果说你要让Excel开 不要乱码很简单 只要把编码方式改成叫ANSI 然后按储存 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刚刚我用Excel开会乱码 现在打开会乱码 你会发现马上变成不是乱码 有没有OK 原因就是 微软跟非微软 两者之间的编码方式 所以待会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 编码方式UTL8的话 那你可能后面还要告诉他 开启档案的时候 还要跟他讲说 我用UTL8方式开 否则会没办法开启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待会开的话 我们练习的话可能还是要把它改 所以你也许把它开起来之后你再把它改 就直接再把它 因为我等一下练习的时候我需要用UTL8 所以也许你就再把它存 成为UTL8 至少知道一下两边的切换 那切换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个档先试试看 把它下载成 就是CSV 那怎么去开它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本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未来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用文字档的方式把它打开来 只是说你把它用Froot Open的方法 然后给它这个档名.CSV 开起来的话 但是问题里面不止一行 它有很多行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ReadLite加S ReadLite 然后就可以一行一行帮我读 读进来的话再帮我放在串列里面 可是会有个问题 第一 读进来的第一笔资料应该可以略过 因为反而会名证 可能不用 那从一开始 那问题里面有四个资料 那四个资料你可能必须要给它四个串列 分别放 有点像给它四栏 然后放进去 那要怎么样可以刚好 我要的结果是希望说可以帮我国文分别加总 平均 还有最高最低 第二个最高最低没有那么简单 最高不是告诉我分数就好了 还要告诉我最高最低分那个人是谁 OK 这个就比较困难 在Python里面怎么做 这个有点难度也许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那待会再讲 所以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请你开启云端白板里面的Member.tst 这个Member.tst这个档打开来 那因为它是一个存文字档 所以请你下载档那里面下载格式的话 请你用存文字就好了 把这个地方下载到你的那个下载区 那第一个下载完存文字之后的话 第二个请你把它搬到哪里呢 下面这边在质量中显示 请你把这个Member.tst直接怎么样 把它按右键复制 那因为我要把它搬到我的Source底下 所以记得怎么把它搬过来按右键 Src上面按右键贴上 这样就质量就过来了 贴上就可以 复制贴两边是可以通的 或者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我比较习惯的 就是直接拖拉 把Member.tst拖拉到Src上方 放开 这样也ok Member.tst就过来了 我比较习惯拖拉放 因为蛮方便的 ok 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帮我把Member.tst读到哪里呢 也是一样 读到那个串列里面 并且帮我显示出来 比如说编号一直底下 当然第一个全部读用Realize 全部再一个个帮我输出 第二个的话 如果这边假设有五个栏位 我只需要其中的两个栏位 姓名跟手机就好 因为其他不用 怎么只留下两个栏位 然后再来的话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只要编号前十个就好 后面不用 ok 他用什么方式可以限制他读取的范围 关键当然就for圍圈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Member部分 先试着下载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成绩的档案也可以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那个按右键 你也可以看Member点 开启档案用记事本 另存新档看看 检查一下他的编码 你会发现 只要从Google下载的一律都UTF8 如果你是用那个微软产生的档案 都是ANSI 两边是不相容的 所以会造成乱码问题 那怎么办 要不我就把它转成ANS 要不不一般是转UTF8 ok 我的习惯是一律转UTF8就没事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档案下载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Nember这个档案 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只要两个栏位 姓名跟手机 第三个呢 我只要两个栏位之外 我只要前面十个人就好了 里面要五十个人 我只要十个人就好了 那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